当你有一架Android手机,要传送到MacBook Pro的时候呢,那该怎么办? 大家好,我是科技哉男生号,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如何在不上网的情况下传送Android手机的发到MacBook 或者是传送MacBook的发到Android手机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生号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不想错过这方面的资讯的话呢 现在就订阅生号TV 然后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关于我影片发布的通知 其实要把Android和MacBook的发付箱传送 有几个方法 最常用的呢,你可能可以使用Hooter Drive 或者是Dropbox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App 可是呢,很多这样子的Apps 都需要connect到Internet But,我们不是何时何地都可以connect到Internet 再来 有时候这些发付箱传送的时候也会比较慢 所以这里我要推荐的Apps呢 是不用上网 而且是免费的 只需要一条USB connect你的MacBook和Android手机 就行了 首先你要在上网找这个发 你可以在Google 或者是在其他的搜索引擎 像是百度啊这些 它的名字叫做 Android Far Transfer 这就是它的Home page 这就是它的Home page 所以我们只要点击 订阅 然后Install 然后再把这个发 拉进去这个Apps就可以了 我这一架是Samsung Galaxy S4 但是 for任何一架Android手机呢 其实它所有要做的 setting呢 都是 差不多的 首先我们去setting 选择more 这一个呢 就是Developer option 这如何开启呢 我们只要进 About device 然后选 Build number 这个Build number呢 只要点击7次 就可以了 你也不用做任何setting 你只要关键你的电话 和你的电脑 就行了 如果你有Log 你的电话的话呢 你一定要先解锁 Unlock过后才可以打开 所以我们解锁过后再 发音这个USB 你就会看到这些发在这边了 然后我就要把我要的发 拖到我要去的地方就可以了 或者是 你要从MacBook里面的发 拖进去这个Android手机也可以 只要点选你要的发 然后 再拉进来 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 这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就给个赞 然后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的话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SENHAU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给大家看 by bwd6